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 第二节呢是法律关系 在法律关系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学了这样两方面内容 一个呢是关于法律关系的构成 构成的三要素 主体 课题和内容 对于主体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分类 比如说自安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那非法人组织呢就是我们第五章所讲的合伙企业 法人呢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公司 那对于法人的占分类啊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对于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呢 我们要区分自安人还是法人 那自安人呢我们有三分法 对吧 无 限制和蛮权 那对于法人呢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力能力 通常是同时发生同时消灭的 好 那第二是课题 课题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课题呢包括误 像误呢我们出现在误权法那一章也比较多 对吧 那么行为 行为呢出现在合同法这一章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完成特定的行为 或者是保密的义务等等 那人格利益呢这是你人作为人 所必须要获得的这样的尊重 智力成果就是专利商标著作等等 那这些呢在我们后面的公司法中 在其他法中都有所涉及 那对于法律关系的内容呢 无非就是权力和义务 那么这里呢在权力义务上呢 没有做过多的讲解 下一个呢就是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呢它分为两类行为和事件 那么其中之一呢是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呢一定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 好 那么这里呢像我们后面所讲的票据行为 是不是法律行为啊 这都是 那事实行为呢就是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关的 而事件呢通常包括这样的三类 那出生死亡的相关的规定啊 在我们像合伙企业法中所谓到的继承 公司法中所谓到的继承等等呢 都有所体现 灾难灾害和意外事件 那这里呢我们实际上在合同法中所讲的不可抗力中呢 有所提及 最后时间的经过 时间的经过呢可能分为除事期间和诉讼时效 那么在票据法中还有一个消灭时效 在我们的反垄断法中呢 还有一个关于持续性垄断行为的特别规定 这些都是跟时间有关的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一个考题 关于法律关系的构成 来看这样一道题 下列关于法律关系特征的表述中正确的 A 法律关系是以相应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的 你我之间为什么会出现法律关系呢 那一定是相应的法律规范作用在你我之间了 对吧 比如说之前 之前呢我们有合同法中的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所以我们之间才会产生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第二 法律关系是对特定法律规范的具体化 我们明年借贷法律放在那里 它实际上呢对我们任何人没有这样的影响 对吧 但是一旦你把它具体化了 就会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 就会形成权利义务 要不要给利息啊 利率怎么计算呢 好 这都对 C 法律关系呢是不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吗 不对 它是特定主体的 一定是特定主体的 接下来呢看选项D 它是由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 因为法律关系的背后呢是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呢作为法律 它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所以这道题呢正确的选项是A B D 好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各样中可以成立法律关系的情形 A 贾答应陪义呢一起看演出 但是晚到了半个小时 义对贾说你看我等了你半个小时 你要赔偿 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没有 B 贾对义说如果你考试研究生 我就嫁给你 那这是什么啊 这是美好的爱情 这是不是法律啊 不是 C 贾不知道义不胜酒力 然后呢劝酒导致乙酒精中毒住院治疗了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贾所对乙实施的这样一个行为 侵害了乙的身体健康 所以这是一种侵权行为 那侵权行为就要受侵权行为法的调整 双方当人之间就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与物关系了 D 贾应同时乙的邀请呢 前往某水库游泳 结果抽筋溺水身亡 那这个时候呢 对于贾他的这样的一种身亡的行为 实际上并不是乙的行为 造成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只有C 构成了法律关系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样中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 法律关系主体呢 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种 对吧 自安人 法人和非法人型的组织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国家 看A 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外交人员 他属不属于我们法律关系的主体 当然属于啊 你比如说如果发生刑事犯罪了 或者他们要运用自己的外交权限进行行事豁免 那在这种情况他都构成法律关系的主体 比如说受特定的公约的这样的一种保护 那么我们对于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外交人员 我们在后面讲到关于这个外汇 是用外汇的相关规定的时候 我们的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里面 涉及到的主体 其中有一种呢 就是包括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外交人员 他不受我们外汇管理中的相关限额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在后面遇到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那国家 国家能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啊 当然能 比如说国家发行国债 C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那这是集体经济组织 这是作为法人 它当然是我们法律关系的主体 D 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呢 这是非法人型的组织 那它属于非法人组织 属于我们的第三种法律关系主体的类型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ABCD 再开下面这道题 下例关于法律关系主体的表述中正确的是哪一个 单选题 A 法律关系的主体啊 必须同时具备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 这可不一定啊 你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他有没有权力能力 有 有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 但是他是不是法律关系主体 当然是啊 你比如说如果他接受捐赠或参与继承 可不可以 都可以的 好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作为法律关系的私爱人 包括不包括外国人呢 包括 包括无国之人呢 都包括啊 所以他也不对 选项C 分公司具不具备法人地位 不具备啊 分公司是不具备法人地位的 但是呢 他可以独立进行经营 D 法律关系的主体 包括权力人 也包括义务人 这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呢 答案选D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加列各项中属于法人的有 这道题考法人 法人我们的分类呢 就是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盈利法人啊 是目的是为了赚钱的 那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 第二种呢 是非盈利法人 第三种是特别法人 那么特别法人呢 我们当时讲课时说了 就四种 叫积极合群 对吧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这个其他的法人呢 我们都叫非盈利法人 比如说像一些 这个像我们的这个红十字会 等等这样的慈善机构 他都是非盈利法人 那我们看选项A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呢 这样呢 他属于我们的事业单位 对吧 事业单位呢 属于一种非盈利法人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呢 我们是按特别法人 因为特别法人 叫积极合群 第一个机就是机关法人 这是特别法人 C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以盈利为目的呢 那这是盈利法人 D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它是协会类的 它是非盈利法人 所以这道题呢 选项ABCD都属于法人 再来看下一道多简题 说假以呢 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假以之间的约定 能够产生法律上权利义务的 有哪些呢 A 假送以一部手机 这是赠予 赠予是我们后面 合同法中所讲的 有名合同中的一种 对吧 那赠予人就负有 赠予的这样的义务 所以说呢 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关系 法律关系了 选项B 两人共计晚餐 共计晚餐本质上 并不会产生 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 C 假将房屋出租 出租也是我们 合同法中所讲的 关于房屋租赁的 租赁合同中的一种形式 它同样会产生相关的 权利和义务 对吧 比如说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维修义务由谁来承担啊 那由出租人来承担 好 D 两人此生不离不弃 这是一种美好的爱情 所以说 产生法律上权利义务的 只有选项A和C 再来看这样一道 案例式的单选题 小凡今年十多岁 精神健康 智力正常 然后呢 他看中一块橡皮 两元钱 然后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下 那么这个行为的 效率是什么样的 首先看年龄 年龄十多岁 其他都正常 那超过八不满十八 这个时候就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对吧 所以选项A和B是错误的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呢 是不是在他的一个年龄 对婴的行为能力框架下呢 是的 十岁的小朋友买一块橡皮 两元钱 这样的行为 他是能够预判的 所以说这道题呢 他的购买橡皮的行为 是有效的 答案选C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叫明呢 今年三岁 智力正常 先天腿不残疾 好 三岁我们一看 他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吧 好 那么他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表处中 首先我们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所以把B和C去掉了 那么他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有没有权力能力啊 只要你作为自爱人 你这样一个主体存在 你的权力能力就是有的 所以这道题呢 表述正确的是选项A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同样是考关于行为能力的 属于限制明事行为能力的 我们所讲的限制明事行为能力呢 第一是8到18周岁之间 其他一切正常的 第二呢 如果你是一买16 不买18 但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这个属于完全明事行为能力 好 所以我们看吧 A 王铁柱6岁 其他都正常 参加过诗词大会 对不起 6岁你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好 那么B 刘海柱年龄13周岁 超过8周岁了 对吧 职业法师 方方面面都很健康 那这个时候他是 限制明事行为能力人 再看C 周二柱19岁 19岁呢 看年龄属于完全明事行为能力 但是呢 他已经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了 职务人 所以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D 张大斐 17岁 一年前到一线城市打工 自力更生 那就是以满16亿劳动收入 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了 视为完全明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这里面 限制明事行为能力人的 只有选项B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呢 考的是法律关系的课题 课题就比较简单了 A建筑物 这属于我们所说的物 选项B 自然人的不作为 不作为呢 和作为一样 这都属于行为 这也是法律关系的课题之一 人格利益要受保护 有价证券 它同样也属于法律关系的课题 像我们后面讲票据法 讲物权法中的质押等等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 其他的一些制度中呢 都曾经受到过有价证券 它们都属于法律关系的课题 再来看下面这道题 这道题呢 直接考你什么是误 属于法律关系课题中误的 A 消防车 周围动产 那肯定是 对吧 B 海域 海域呢 周围不动产 它也属于误 C 仓单 仓单周围有价证券类 也属于误 D 货币 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误 我们在哪儿讲过货币是特殊的误啊 是在合同法中所讲的定金 对不对 我们讲货币一般 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是不能分离的 所以说选项A B C D 都属于法律关系的课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考点 法律事实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能够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化或消灭的 就是能够对法律关系产生影响的 有哪些呢 A 签订合同 这是什么 这是法律行为 对吧 B 不动产的变更登记 同样会导致所有权人发生的变化 这也是一种法律行为 C 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财产变成遗产 然后呢 就会是一道财产的分割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死亡 这属于我们所讲的事件 对吧 D 票据 因为消灭时效的经过 那么这是特定时间的经过 所以它们都会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化 或者消灭 答案选A B C D 再来看下面一道题 这道题中考核我们的是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首先它是法律行为 然后呢 还得是跟民事有关呢 好 那我们看A 赠予房屋 那这是合同法中所规定的赠予 赠予的又是房屋 这个时候属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当然属于 行政处罚呢 肯定不属于 这是行政法 对吧 C 购买高铁车票 这也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没问题 因为这是你买 买卖合同 D 实的仪式务 是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实的仪式务 在教程中讲没讲过 讲过 是在物权中 讲善意取得的时候 我们在其制度后 讲了实的仪式务 讲了实的仪式务 是实的人的权利义务 以及相关的法律后果 对不对 但是实的仪式务 这个行为本身 它是不是法律行为 不是 它是一种事实行为 所以说呢 它不属于法律行为 当然也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那这道题 证据的选项是A和C D选项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呢 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引领全民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来介绍了一下 全民依法治国新理念 新思想和新战略 总体的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记住 这是我们的一个总体的目标 那么我们有个中央全民依法治国委员会 这是一个党中央的意识决策协调机构 这样一种的协调机构 我们是不是在后面其他章也遇到过 比如说我们在反垄断法中 是不是反垄断也有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不是也是一个意识协调机构 对吧 好了 那么中央全民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办公室 设在司法部 这个以前我们是考过的 我们发布了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在最近几年的教材中是有所变化的 那么我们的全民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作用 2022年10月我们二十大召开了 这个地方要今年防止选择体验 那里面重点提到的是 第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局法律体系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总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那以谁为核心呢 以宪法 第二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的时候 要按照法律来 第三要严格公正司法 法院检察院在运用法律的时候 要严格公正 第四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要加快 好的 那么习近平法治思想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民依法治国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 这个时候党是领导一切的 第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人民为中心 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样的一种核心的价值 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第四呢 要坚持一线治国 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以宪法为核心 也确定了宪法宣誓制度 再往下呢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所以呢 国家在治理体系和治理 治理体系的改革 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呢 都要坚持立法先行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法治体系 就是我们整个的法律的体系 也要有中国特色 要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 政府和社会 一体建设 好 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 立法要科学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立法会开门立法 执法呢 要严格 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司法呢 要公正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正义 全民呢 也要守法 这是成本最低的 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方式 坚持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国内法治我们呢 不仅仅要推进 国内法治的完善 对于涉外法治呢 我们要加快来推进 那么要坚持建设 得台兼备的高素质的 法治工作队伍 尤其要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上述 那习近平法治思想 引领全民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中 我们这里有一些基本原则 和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表述 基本原则呢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 所讲的一些核心要义呢 是相类似的 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主体 坚持人民平等 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实际上呢 就是用法治和强化 我们人民的道德水准 做相结合 更有利于实现 良好的社会法治的效果 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这才是我们 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要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 怎么来判断 是不是法治体系要建设起来呢 第一 法的部门齐不齐全 民法 商务法 刑法 经济法 社会法 都有 对吧 齐全了 第二 基本主要的法律规范要齐备 齐没齐备啊 像我们民法 是没有民法典了 对吧 齐备了 第三 不同规范之间要统一 你不能说这个法的规定 和那个法的规定之间 相冲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那这个表述呢 错误的是 A 是在党的十五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呢 不是啊 其实是在六中全会 说在这儿了 那 B 全面依法治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这是对的 C 坚持依法治国 首先要坚持一线治国 所以我们确定了 宪法宣誓制度 D 全面依法治国 是国家治理的 一场甚克革命 从这样的一个 依赖人的治理 现在我们转向的 依法来治国 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所以这道题表述错误的是 选项A 下面这道多选题呢 考核的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核心要义的表述 那正确的有哪些呢 A 党的领导是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 根本保证 这我们说过 B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保障人民的利益 C 中国特色社会 就是法治体系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 总抓手 D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依托 这道题呢 选项ABCD的表述都正确 尤其是A和C 这样的表述 一个根本 一个总抓手 我们要防止 用其他的方式来考核我们 这道题答一选 ABCD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 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那么 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A 必须要把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 维护人民权益 增进人民福祉 落实到依法治国各领域 全国潮 就是怎么样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全民依法治国的 这样的一种 切身感受到它的好处呢 那就是你必须要实现这样的几点 B 全民依法治国 它的基础是人民 最广泛 最深厚的基础 就是人民 C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种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是我们司法的一种社会效果 D 推进全民依法治国 根本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权益 这样的表述 大家熟悉 答一选 ABCD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下列关于一线治国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 这没问题 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 C 党领导健全保证 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D 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样的表述 大家必须要熟悉 这道题 答一选 ABCD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是全面推定义法治国的总抓手 那如何判断该法律体系是否完善呢 第一 法的部门要齐全 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像我们本书中的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民法 对吧 第五章到第九章是商法 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经济法 我们还有刑法还有其他法 所以我们的法律部门是齐全的 B 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要相同吗 不是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 刑法呢 刑法实际上是运用国家强制力 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 或法律秩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进行的惩罚 它所针对的是破坏相关的秩序的行为 那它调整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行政法也不一样 对吧 好了 C 不同法律部门内部的法律规范要齐配 民法典都有了 D 不同法律规范之间要和解同 所以表述错误的是B 正确的是ACD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就像这样的表述 大家感觉像政治题一样 但是在我们的驻慨经济法中 确实前些年都是每年都要考的 最本质特征是什么呀 那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说这道题答案选A 好 同学们 第一档的习题我们就讲到这里